身上朋友想到北市府 恰功一進入議會後方的府前 停車場立刻暈頭轉向 好不容易停完車問題又來了 電梯在哪裡 左看右看找不到指示牌 一下下陡坡 一下爬好汗坡 電梯卻還遠在天邊 走了將近20分鐘 終於進了電梯 但狀況還沒完 車子在從哪裡進來 這個太快了 缺乏告示指引還只有一座無障礙電梯 連繳費都要跨過台階 停個車想玩大冒險 市府停車場的無障礙環超不友善 這個停車場的一個設置 應該在所有的出入口 都要標示一個地圖 引導地圖告訴我們無障礙停車會是在哪個出入口 不只伸仗者一般民眾停車也很怕忘了停在哪 茫茫車海南巡愛車 尤其一般停車場關用英文字母ABCDE來區分停車區 一不小心就會忘記 要讓找車更容易小巨蛋有新創意 台東往北就是花蓮 再往上一點來到了宜蘭 用台灣地名取代英文和數字 繞一圈停車場就像繞了一圈台灣 朗朗上口的台灣地名讓腳車不再是個讓人頭痛的難題 記者郭先揚 吳怡真 台北採訪報導 風車 周阿姨 周在城 壓軽